學生的問題 大家做眾談會 專對大家的問題做案例研討好不好 所以現在我們班戴 我們提出問題比較無厘頭好不好 好 我們請班戴 他剛剛有跟我講的食物案例 針對整個的糾紛 就上網過路的糾紛 好 上網過路的糾紛 因為涉及到個人隱私 我們不用拍這個東西 來 我們晃一下好了 可以拍嗎 不要啦 涉及到 好 這個案子我看一下 這個案子是我們班戴自己的純正信函 但是這個純正信函內容涉及到隱私 我們不能讓大家看 討論案題題裡 作為法律人或者律師 補充說明 正對個人隱私很重要 不要外洩 包含直播 不要以直播為樂 然後把人家個人隱私 這是律師法律人該要的倫理道德 一個倫理準則 這個首先補充說明 然後但是針對我們這個怎樣 針對這個案子所有案例研討 這個案子屬於郵購 郵購發生有問題 有瑕疵怎麼辦 來 現在請大家問題 用你還沒講法律之前 給解答案例個案公益服務之前 我們還沒進入討論之前 請問這怎麼辦 我先找消防會 來 班戴 我先找消防會 消去 為什麼 理由一句 第一個 因為我打電話給他 我來跟他打電話 或者是 就是打電話給他 他就不接要幹 就說盲現狀 然後都一直都不理他 他是 班戴這個講的是處理的情形 不是理由跟依據 你要處理自己的糾紛的過程當中 尤其是屬於糾紛發生之後的事後救濟 最重要的是怎樣 就像剛才我們講 停車糾紛 講車後糾紛 是不是把法律一句講清楚 適不適用 所以我特別講說 你在解決你的自己的案例 同學自己在解決自己的案例的時候 一定要先找到事後救濟部分 你的法律一句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上網撲出來的那個 食物跟寄來的食物不一樣 就是物件不一樣 就是物件跟價錢都不一樣 然後 沒關係慢慢講 好我們這邊 班戴手講第一個是處理情形 第二個還是講處理情形 並不是法律一句 但是他有講到說 有民法的一句 民法買東西注意 但是這個法律的適用 我們常常講說 老師手主張的三段論法 個案在處理個案的法律究竟當中的三段論法 第一個是講事實的離心跟認定 請問你做了沒有 第二個案例 第二個這段是法律的適用 跟條款過程要件顯示 在事實認定 你認定是說 裡面這個事實是認定事實是怎樣 他提供的後品 你能約定不符 對不對 我們沒有看到事實 但是你基於事實的認定 你提供的後品 服務 你約定不符 所以這是依照什麼樣 假如從民法來看 這是物資瑕疵擔保責任 民法三法五十四條 物資瑕疵擔保責任是 約定效用之瑕疵 對不對 我們講過不通常買賣還理一下嗎 那接下來 但是不是以法律的適用 不是推到民法 所以你直接用到民法重運 這事情 首先是用消費者保護法 因為對方是消費者保護法 首獎定義的企業基因社 消費者保護法的企業這一點很簡單 只要是公司行號所提供的服務都算 後品都算 依照消費者的手 但是消費者保護法 有典型的章點叫做 怎樣 郵購 郵購在消費者保護法有一個章節 真本針對郵購 由郵購所做的第一 所以 這個案子直接適用到 符合你是消費者 對方是企業經營者 你們中間又有消費關係 所以 你又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而且郵購有個專章 直接你是郵購 所以同時符合四個要件 你是企業經營者 你是消費者 對方是企業經營者 你是消費者 中間又有消費關係 所以符合這三要件 有消費者保護法適用 加上你是郵購 所以有消費保護法 專章郵購的適用 相關條文郵購 然後加上第五個要件 你是中間的企業 注意你又沒有簽訂書面企業 沒有 但是企業經營者 會在網站 有一個定型化企業 所以是定型化企業 你符合這五大要件 所以有關於消費者保護的 定型化企業的相關條文 你有適用 消費者有適用 消費者保護法定型化卸用 連消費者保護 郵購的相關當年都有適用 所以首先在法令的適用 首先適用在消費者保護法 之後才是民法補充 民法物資瑕疵擔保保 我說過消費者保護 跟民法買賣物資瑕疵 因為消費者是比較保障消費者 所以還加上消費者保護法 你計完存證性環 所以老師的意見 你計完存證性環 你接下來的動作是找消費者保護法 OK 一步一步來寫 之後消費者保護法 沒辦法再去調整 真的沒辦法 再去訴訟好不好 你首先第二階段 所有的案例 我們的案例15 都是用ADR ADR沒辦法再起訴 然後這個案子還ADR之前 我們剛才講提車糾紛 跟車後糾紛 所謂的412很少有消保官 但是這個案子絕對 消保官就是消費者保護 所稱的消保官 這個案子就適用 就要找第二階段 存證性環沒有用做什麼 找消保官好不好 這個案例 還沒有到起訴啦 好不好 等你起訴之後再講 還有什麼案例要講的 老師請問一下 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他是有購 如果有購的賣方 他是屬於個人的行為 他不是企業經營者 他只是使用一個網路的平台 那這樣可以用到消保法嗎 我針對那個同學這邊 消保法當中的企業經營者 並不是你個人來認定 企業經營者就是說 你反覆的做一些 重複重量的行為 只要公司行號都算 等於是長業的那種 對 長業的那種 所以有購企業經營者說提供主要 所以我們在租任業當中 除了我們老師的股業工作 其實是上面有租任業算 有成立行號算 成立公司算 但是可能包租公 包租口 一年內只要有三棟 一年月出租三棟 都可能會被解釋成為企業經營者 這樣回應嗎 所以不是以公司行號 個人的長業的行為 綠圖包租公號 可能是出租三部以上 就可能會再被相關的 相關的主管機關 基於解釋行 解釋成為企業經營者 而有怎樣 消費者保護法的適用 OK 老師那我再請教一下 如果你出租三棟以上 是不同縣市有算嗎 算 但是查不到 查不到 但是算 在法律算 我還是主張不要違法 是出租還是出賣 沒有我們現在在講出租啊 是出租 出租啊 還是他即使出租 尤其貸款查得到他他要報稅啊 我們沒貸款 沒貸款 這個不方便在直播說 你要在直播確定要在直播問嗎 不好吧 我們撕掉私底下再解決好不好 對 這不方便在直播問啊 拜託 我們直播可以講的 來 不好意思 再請教一下 你剛剛講的長驗部分 您講的是包助攻 他1年3棟以上 這是他面正部的解釋 說只要超過3棟 搞不好連2棟都不會解釋至記憶 因為在這個案例中 你經常在遊Ugo的時候 賣方無法去舉證 他有賣出多少復支量 沒有沒有沒有 你游購賣都不是你舉證 這個東西是誰去查 里面有人卷起真正你的案子的时候 这是那些相关的主管机关去查这个东西 他自己行政调查权去调查 主行政机关有行政调查权 不是司法警察权 也不是司法调查权不是 他是行政调查权 个人有没有 司法契约没有 所以不要期待 社区有没有 社区管委会没有 但是这个 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程序法 依照行政程序法43条 他具有行政调查权 你还要调查的时候要 43条你还要 还有议题注意原则一大堆 还有基本调查证据的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 还有采纳不采纳要议题注意原则 这些都规定在行政调查权的程序 规定在行政程序法的章节里面 OK 还有什么要问的 来同学你问太多换一个 刚才的例子 像有很多人现在就是个人 比如说我上网去卖我多余的东西 可是他不是常态性的话 那如果说有瑕疵的话 那个消防法有可以解决 其实你们现在讨论的班派 是那个同学还有问的 都是涉及到是不是企业经营者的解释 假如说过你那个也是个人 但个人我说过他是常怨性的行为 然后我是以租任务来 租任包租公来检视 同样道理这个也一样 只要被行政机关人家有权警 或者是要处理你的案子的时候 发现依照行政调查局 行政程序法的东西 调查你有常怨性的两部 他直接认定 依照相关的客观事实认定 你是企业经营者 不是你说的算 是他依照行政程序法 去调查相关的客观事实之后 认定完之后 符合这个要件都给你解释 发解释而把你认定 你就要罚你钱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同一个认定 没有 还有人要认吗 你先等 还有人要认 行政认定 行政机关 不是你说的算 行政机关的行政 好 班长来 是说如果是同一个 常业 同一个地 经常性 经常性仿佛 经常性仿佛 经常性仿佛从事这个行业 从事这个经营行为 不是我刚刚说的 比如说我只是偶尔一次的话 这样子 那你是经常性吗 就 不是 不是啊 我像我诸 老师包租公包租头 我问你 一年只定一两户算吗 我不是经常仿佛啊 啊为什么 买房 卖房子会 以前卖房子 为什么会被 解释成企业经营者个人 像那个商皇 为什么会 因为他一年 卖了好几栋啊 那不变成企业经营者才坏啊 对不对 所以他有人不适用消费者 你假如说我一动怎么会是企业经营者 我说企业经营者 消费者保护要符合三大要 充实 第一个对方是消费者 第二个是企业经营者 第三个中间是有消费关系 那你假如要适用消费者保护 保护法里面的东西是油货 专当你还要油货 还要什么符合 那个是那个买卖嘛 对不对 张简 但是通常我们讲消费者保护法 是用跟同时辅合三大要 你是消费者 对方是企业经营者 中间有消费关系 就适用消费者保护法 那你假如说要适用消费者保护法 定型化企业的相方规定 注意 适用消费者保护法 定型化企业的相方规定 一定是个药店要同时符合 加上定型化企业 那整个定型化企业 请回到定型消费者保护法的定义 不一定要书面 重此我常常讲餐厅贴个最低消费50块 就像你的案子公司上有定型化企业也算 就像我们承受寄送契约 捷印也有在高铁台铁有没有运送契约 网路有 或贴一个什么 逃 没有刷卡保护50倍 这都全部都定型化 定型化出约 所以定型化这些消费者不问是行事 不问是行事 不问用什么方式 但是重点要复得 定型化又要复得两大要件 哪个要件 事由企业经营者手拟拒 当方拟拒 事由企业经营者当方手拟拒 第二个 试用到全部的不克定人 第三个要件 没有抽伤的余地 主要是前两个 前两个符合之后 再考量第三个 到底有没有抽伤的余地 但实务上是老师这三个去统一去判个案 依照这三个要件去看个案的事实 再来依照 我说构成要件 定型化构成要件是三个 当把个案的事实 理清完之后 认定完之后 再来套定型计划的这个要件 全部符合就是定型化器 一个要件符合 尤其第一个第二个符合 只是说带第一抽伤 那个会产生一些争议 但在理论上是把抽伤加进去 那实务上不一定要抽伤 不一定有这个要件 但实务上可能只有两个 可能有三个 见解不一定 每一个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 不一定 连最高法院的要件 法院的要件也不一定 并没有稳定见解 OK 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对律师是说 好 今天主题